先来看到根据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7月20号 乌克兰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在这个19号 俄罗斯国文部表示 俄军的防空系统 击落了多架的乌军米格29战机 还有多架的乌军无人机 那么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 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军的空军基地啦 军工企业还有能源设施等等 都发动了一个集群的打击 并且还控制了两个定居点 那么同时也可以看到被问到说 是不是要来部署核武呢 俄方外交部表示 不排除任何的选项 应对美在德部署远程火力 乌克兰军方表示 乌军正在阻止俄军推进 并且给俄军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军事分析家表示 乌克兰现在在正式的部分 军事的部分 未来两三个月 或许会是基辅最艰难的时刻 那么刚才提到了川普自爆 现在跟乌克兰总统 责任斯基通话两个人对话非常良好 并且承诺如果当选的话 将结束俄乌战事 那责任斯基说了 两个人同意未来举行面对面的峰会 商讨持久和平 我特别要讲 你看他用的词句叫做 结束俄乌战争 他不是协助乌克兰打胜战争 这个大家要注意到这句话 用词的巧妙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这个军事专家分析 未来两三个月 是基辅今年最艰难的时刻 这代表什么话呢 当然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分析家讲的 如果说我们换成白话文来讲的话 用大家听得懂的话 就是乌克兰很可能在两三个月之内 就会被战败了 就会投降了 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之前也分析过 因为现在乌军来讲的话 是他已经伤亡非常的惨重 他几乎没有兵可以用 然后俄军来讲 现在在哈尔科夫那边 拖住他的主力部队 在顿巴士这边 他节节取胜 我那个时候在节目里面 我画了一个地点叫一九亩 或者是红军村 当俄军打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大概乌军的话就被彻底的殲灭了 等于说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F-16要开始参战 希望能够 当北约这些国家 希望借着F-16的参战 能够将这个颓势稍微扳回一点 但是我觉得说不太可能 因为这F-16你除了能飞 你要能战 对不对 你还能够战胜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对这些乌军来讲 大家攻击 因为他就最好的制空作战 不是在空中跟你缠斗 把你飞机击落 而是在机场上面就把你 机场把你打烂掉 让你飞机起飞不了 所以说最好的制空作战是这样 不是等到你飞机起飞 我才跟你打 是我让你飞机根本就飞不上来 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知道 说是F-16要到那边去之后 它现在加大对乌克兰的 所有的机场的攻击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这个F-16战机 你敢不敢飞到乌克兰里面去 那如果说你不飞过去 你是不是要停在 这个波兰这些北约 波罗的海这些国家 然后才能够获得保障 你飞机不能一直在停在天上 那你从落地的时候 你落地我就打你 所以他停在那边 但是你停在波兰会不会说是 俄军就认为说你波兰 是这个已经仕同你参战 就直接打你波兰 现在很明显一件事情 如果说乌克兰战败 北约原来打的算盘是说 借着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 这奥斯汀也讲得很明白 那时候他们叫乌克兰 去打车场战 就是想要把这个俄罗斯的国力 给它消耗掉 但是现在打到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北约自己 这个已经不管是在国内的通膨 或应付这场战争来讲 已经拖到最后 变成自己被拖累 所以但是很像很严重一个问题 如果说是乌克兰战败 不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战败 代表整个北约都战败了 那北约可不可以接受这种事情 那一旦接受这种战败事实的话 就分崩离析了 因为北约每个国家 有自己的打的算盘不一样 像有些国家他认为说 我要跟这个俄罗斯保持 比较友好关系 我才有偏移天然气可以用 那有些国家认为说是 俄罗斯对他威胁很大 他的心态上面认为说 乌克兰打完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像波罗的海三个小国 或者波兰都是这种算盘 那英国来讲在后面是拱火 反正隔个大西洋 对不对 战火也烧不到我家来 所以英国报的是这种 隔岸关火拱火的立场 那德国要的是俄罗斯的能源 所以每个国家打的算盘都不一样 那法国是想趁机 对不对 在这个俄罗斯战争之中 来当这个自己当老大 不要再听美国的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是这场乌克兰战败的话 代表整个北约会解体 那所有北约国家 当然会非常的紧张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 北约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已经预判到 乌克兰可能撑不久了 所以他们在加大各种演习的力道 不管是说在俄欧边界 从今年1月开始 到现在来讲的话 自由卫是2024 动员最大的空军力量 在这边演习 也从意大利这边来想说 如果说是俄罗斯 继续入侵的话 继续真的向欧洲国家发起攻击 他们要怎么样来反击 怎么样来应付 所以我觉得 川普这时候来讲的话 真的是嚼死棍子 对北约国家来讲 他是一个嚼死棍 他把他们北约的算盘 一握着脚乱掉 所以北约国家 现在非常的麻烦 怎么讲 你不支援乌克兰这场仗 继续打下去 然后这场仗就结束了 那这个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他没有获得军援 所以这个川普讲得很明白 结束俄乌战争 结束俄乌战争 他的意思是不是叫你 乌克兰来讲的话 你就投降 或者是说这各地赔款 我们来给你一个台阶下来 你就赶快下这个台阶 所以我觉得这场俄战争 可能后续来讲 川普当选之后 对北约这些国家 才真的是一个灾难的开始 埃及的空军司令 最近硬要访中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跟大陆空军司令 长丁球在歼20的画像前合影 并且参观了唐山空军基地 来进行观看歼10C的表演 现在双方讨论重点 在加强空军合作 媒体也做出了分析了 这一次这样的一个访问 这样的合照 大陆要来拉拢美国的盟友 另外再看到7月17号 阿联球国防部发布了 是中亚空军联讯的照片 参演的机型有歼16 歼10C 那在阿联球部分出动 欢迎2000来到了新疆 我觉得这是埃及 埃及本身它这个武器 都是跟俄罗斯买的比较多 俄式武器比较多 所以跟中国来讲的话 他们比较能够互相的 这种了解对方国家 所使用空军的武器的各种性能 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埃及空军司令要去到中国去访问 中国也邀请他来做访问 然后双方来讲都是 以往来讲我们都知道 国家外交应该由外交官来 很少说是军人去做这个外交的工作 这比较罕见的 是不是 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 他空军司令 跟这个大陆的空军司令 两个人在一起 在这歼16 歼20前面照这样向来 我觉得跟以阿战争有关 为什么埃及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非常的生气 他有可能跟以色列有可能因此而又开战 那以色列来讲 现在在加沙走廊那边 我们都知道 最后一个口岸就是拉法口岸 拉法口岸以色列现在来讲 一直要把这个所谓巴勒斯坦人 赶出加沙地区 他一直要占领这块地区 对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这些巴勒斯坦全部赶到 这个埃及的这个西奈半岛 到那边去 然后他就可以完整的控制 整个加沙走廊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